理解 论理解中国人之难 观察 研究了中国二十年 深深体会到理解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汉人之难 要描述汉人的行为已经很难 要解释其成因就更难 的确 接触过来自欧 美 非等许多地方外国人的人都会同意 要了解他们心底的想法并不困难 但要确定一个汉人对某事的看法 就大不容易 我发现 汉人向不同的人说不同话 也就是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的言不由衷 或见风转舵情况相当普遍 这个行为习惯令人觉得 汉人的看法和行为飘忽不定 难以触摸 而由于他们普遍见人讲人话 不同背景的人接触他们 或在不同时候接触他们 可会得到相当不同的反应和印象 这些反应和印象往往互相矛盾 若放在一起 汉人给人的印象就会显得很费解 直理可以很两极化 汉人崇拜白人 物尽苍生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 在过去十多年 我问过 与百个到过中国大陆旅游的外国人 对中国大陆的印象 答案中都几乎必定包括这样一句 他们很有善 很乐意帮助我们 所以都说 很喜欢中国 由于这跟我对中国大陆的认识 有太大差别 最初我感到他们的答复很费解 也以为他们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所以刻意奉承一下 但后来越来越多被访者也能说出他们或中国人民帮忙的细节来 我就肯定他们在大陆却是普遍得到礼带的 但为什么我自己或者我说认识的汉人在中国却几乎可以看紧人间的恶行恶相呢 以至为什么最近两个民意调查军显示 竟有约两成到过大陆的香港人曾经在大陆遇捷呢 后来我明白了 因为我问的那些外国人99%都是白人 为此我去问了一些到过大陆的黑人或肤色深于黄色的人种 他们得到的待遇跟那些白人是完全不同的 就单单汉人崇拜白人这一点 就足以严重误导了许多白人对汉人已治中国的理解 这情况在香港也严重 比如前阵子英国著名传媒人Martin Shock 在黑人爱妻因小样在香港的医院施救不治后 就因为指医院因肤色歧视救治不利而告上法庭 十分轰动 其后Martin Shock在一篇很感人的 《痛斥香港社会种族歧视》的文章中称 他懂广东话的黑人妻子生前常常向他诉说 怎样受到香港华人的歧视 但说他自己身为白人只感到香港人待他很好 这个悲剧是汉人见人讲人话习性的一个极佳注角 因此很吊诡的情况是 若是白人的话在未到过中国之前 可能还可以通过具深度的著作了解中国 但一亲身踏足过热衷于言不由衷 弄虚作假 奉迎白人的中国后 反而会大乱阵脚 完全失去原来已经不多的认识 严重的可会一辈子就这样被汉人的变脸牵着走 到过中国受过汉人奉迎 而仍然清醒的白人是不简单的 罗素如果没有到过中国 恐怕他对中国的了解会准确得多 如果孟德斯就到过中国 恐怕就不会有中国人是世上最不择手段的民族 这样精彩的叛语 说到底 白人由于其肤色根本就很难了解中国 这一点纽约时报美籍华裔记者伍杰芳在其名著China Waves中就说很清楚 他说 中文的意思是 我一副中国人的脸孔让我得以目睹中国的真相 他说 他若不是黄脸孔而是白人 那些官员就不会胆敢非礼他 他也不可以到寻常中国汉人民众家庭登堂入室 亲历中国汉人最不想让外人特别是白人披露的一面 汉人的行为反应不但为来者的肤色度身定造 也会细心考量他们的权力大小 财富多寡 职业贵贱等诸多因素 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 他们这样做看来并不感到痛苦 而且一旦受到质疑时多会死力否认 尽管这种势力眼在外国社会也有 但绝没有汉人社会那样铺天盖地 这种贱人讲人话的猴子戏 几乎每个汉人都是专家 但洋人就不容易有这样的性质 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 汉人此现象是孔子人伦关系等 差论的延伸 是金耀基说的身份取向 特殊取向及关系取向 是徐朗光笔下的处境取向 在这汉人重重面具的障碍下 洋人特别是白人 要理解汉人当然异常迷惘 非常困难 因为他们不可能亲自过中国的文化污泥 但汉人自己却也不见得很了解汉人 原因是他们已沉溺于中国大汉的文化污泥 悦而方法 着丧是非观念 为什么汉人可以那么轻松地见人讲人话 见风转舵呢 这就得从汉人的道德是非观去解释 无可否认 汉人道德是非观之弱 是世所罕见的 今天的中国显然已到了失节是小 饿死是大的地步 究其原因 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汉人父母 甚至教师 对待儿童的恶劣方法 由于汉人父母 一如一般汉人那样 都是弱于逻辑质变而精于羞辱 暴力 也笃信 只要动机良好 就可以不择手段 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为了避免羞辱和皮肉之苦 不得不长期讲大话 捏造故事 甚至出卖兄弟姐妹 华盛顿勇于承认 砍掉樱桃树的故事 对传统汉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试问一个儿童在这种大话生涯中 近银食至十五年 甚至更长日子后 长大了有什么大话 是会感到难以启齿的 鲁迅说得好 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 也因为别国的银行不及中国的缘故 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 其残虐时不及中国 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 异常有之 胆尖密不发表 不能受刑至死 就非迈有不可 于是 奸卓者无不灭亡 由遗者寓意堕落 长次以往 将使中国无一好人 无神论或犯神论摧毁道德约束 汉人讲大话不面红的第二个要因是 汉人不是无神论者 就是犯神论者 结果在行为的道德尺度上 毫无制约 因此 汉人是彻底的世俗主义者 实用主义者 在政治上 就是一级的现实政治信徒 任何理想主义 或人道主义 与汉人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 汉人评价一个人的成就时 不会单看其正面的剑术 也考虑其破坏能力 只要你有极巨大的破坏力 汉人也会欣赏你 甚至因而觉得 你隐隐然有神力有杀器 而奉你为神 因为任何人类 由于其宗教本能 若缺了天上的神 就得早晚在地上造神 汉人大都信奉这种非道德化的伦理观 所以对强人甚至杀人魔王 如史泰林 希特勒 毛泽东或波尔布特等多不反感 甚至奉为偶像 这一点是让许多外国人 感到费解 甚而呕心的 正如中英会谈翻译 吴吉平在其揭露了 不少国家机密的回忆录 中英会谈风云录中 就印证了我的观察 就是中国领导人 对强有力的外国领袖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 都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因此戴卓尔夫人 深受中国领导人欣赏 但当然 由于这次铁娘子 是为对付中国而来的 作者觉得从后来访问的发展来看 中方是有点夜宫好龙之嫌 其实 中国领导人固然喜欢强人 中国平民也是一样喜欢 哪怕是暴虐苍生的强人的 也由于汉人这种非道德化的伦理观 许多人对近年冒起 刚已作古的史学家 黄仁宇的非道德化历史观 如获至宝 因为他们终于为自己 毫无道德约束的手段 找到理论依据 也是之为摆脱传统汉人 所谓泛道德化的突破性贡献 汉人之难解费解 让无数世人误认 汉人喜好和谐 爱护自然 客观中庸 甚至友善 灵性 幽默 优雅 实在是很滑稽的悲剧 原载于2001年5月开放杂志 畸形 中国畸形崛起 全球文明遭解 许多中国人为中国的崛起感到亢奋 我却感到忧心 因为中国这种崛起 是极不健全的畸形崛起 虽说一个衰弱的中国 叫一个强大的中国更可怕 也并非毫无道理 但我发现 持此论调者 通常没有较深入地认识到 中国畸形崛起 极有可能会带来的祸患 一般论者 或多关注中国的透支是 杰泽而于是生产作风 会摧残全球生态 却大大忽视了 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祸患 一 全球文明国家 会为了打进中国市场 而默许或认同 中国许多违反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观 从而导致全球平均文明水平下降 二 由于中国崛起 乃主要靠当局以武力控制近十亿劳动力 有效压制其劳工权益 并由官商垄断经济成果而达至 这由当局控制的十亿奴工 将严重破坏了国际间的公平贸易 令全球文明地方的生产事业 无辜焦头烂额 三 中国输出大量不和安全规格的产品 严重危害使用者的健康 畸形崛起 害苦全球中国这十亿奴工的威力 不仅已反映于中国到去年 仅6000亿美元的出口总值 也鉴于中国长期成为反倾销最大被投诉户的地位 据世界贸易组织半年度反倾销报告指出 在2005年首6个月的96宗反倾销调查中 就有年二宗及四分之一指向中国情况最为严重 而当中更能说明中国货平通天下 无坚不摧的是 从1995年到2004年间 投诉中国反倾销的指控 竟有三分之二来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穷国 中国携旗庞大 涟漪和驯服的劳动力逐步铲除了 原本兴散于全球的制造业 令其他穷国更穷 令富国失业率长期高距 不然就要减少工作福利兼延长工时 全世界都因中国靠刻薄成家的畸形崛起而受罪 过去许多资本家 理论家或野心家畅言 在中国问题上应将经济跟政治分开处理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当政治腐败和集权到某个程度 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经济问题 当一个政府可以操控数以亿计的人口 使之任其奴役 然后投入国际贸易 本身就是摧毁其他循规蹈矩的 国际贸易对手的必胜邪数 极权统治 男友市场经济 美国早在1930年关税法中提出了 非市场经济国家一次称 国家操控式经济下的产品 无法反映商品的真实价格 此法甚有远见 也合情合理往后美用以反倾销的指控 这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非常渴求 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 更不是对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 冷言冷语 一个共产国家居然强迫各国 承认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 就好比一只猴子强迫所有人承认自己 像人类那样用两腿走路和没有尾巴 谁不承认就咬谁 这是个滑稽的令人窒息的中国式笑话 在中国的不断苦禅 哭闹 利诱和事以公关计谋下 至今已有逾40个国家承认 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 任何稍微认识中国经济的人 都会觉得这是荒谬的 就如赵高指路维马那样 但在这问题上 世界上不是人人都有像美国 日本和欧盟那样的本钱 可以向中国说不得 但我深信 在中国对个别目标做更大的苦禅 哭闹 利诱和事以公关计谋下 美国 日本和欧盟 也是早晚会加入指路维马行列的 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 说到最好听 也只是飞驴飞马 怎称得上具有充分的市场经济地位呢 其次 一个在政治上如此极权的国家 一个自立国以来 没有一个合法独立工会 借此严厉操控劳工薪酬和福利的国家 有可能推行文明国家的市场经济吗 张武昌说过 没有人否认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奇迹 可能是历史上最神奇的 而且对得神奇 又置诸在握地说 中国做对了些什么 答案大致上 我是找到了 姑且不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 是否有 Thomas Lusky Lester Sorrell 或Lawrence Klein等教授所指的 捏造灌水成分 但一个政权靠牢牢地操控着 这十亿奴工 刻薄成家 发财不利品 又操控着外界 用以了解问题真相的资讯 这种经济发展 到底有什么难度 有什么神奇 假冒伪劣产品 触目惊心 各国除了因中国的畸形崛起 而无辜受刑之外 也极有可能被来自中国的劣质制品 残害身体 外国人越来越爱买中国货 不但是因为输入的中国货越来越多 也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崛起后 失去工作或工资被减 而不得不改买廉价的多的中国货 但中国国内产品的品质之列 已到了灾难失控的地步 有没有可能生产平均素质合格 合乎人类使用的产品 以供外销 实在极成疑问 请重问以下人尽皆知的中国产品新闻 搜水污水分水泡制臭豆腐 饮食中境掺入婴塑成分 贵州215家餐馆停业整顿 劣质奶粉充斥富洋 上百婴儿受害近半死亡 毛发水酱油让人发毛 无间汽油两成不合格 北京市支监局抽检显示 北京登具合格率不足两成 珠宝零售抽茶 仅三成合格 秉钱四成不合格糖果 两成不能吃 上海超过四成安全防护品不合格 深圳批发市场四成菜农药超标 每天1500斤蔬菜 臭核充中洗 核充水隔元素超标40倍 广东近五成毛巾不合格 近五成雪糕不合格 部分大肠杆菌超标24.4倍 抽检显示 儿童服装五成多有问题 玩具合格率仅为5% 家具抽检六成不合格 近八成同车不安全 两成多同装不合格 凸查八家毛绒玩具厂 仅一家合格 广东毛绒玩具九成不合格 休闲服甲醛超标严重 月香菇红白瓜子全部合格 木耳含过量千拱 茶叶有残留农药 九成新轿车甲醛超标5.6倍以上 新车是本器 京副中毒王 九成半内地啤酒甲醛超标6倍 木家具甲醛超标近8倍 广东茶出皮蛋签超标 八倍碎餐馆纸巾细菌超标17倍 新车甲醛超标26倍 部分印刷厂甲本超标30倍 苏浙茶货有毒茶叶 染色碧罗春含钳超标60倍 福建茶货有毒龙眼1300公斤 二氧化硫超标100倍 肺胶质泛和致癌 有害成分超标160倍 熟食大肠杆菌超标160倍 部分棱饮大肠菌群高于标准至240倍 菊花茶硫磺熏制 厂家自称的纯天然饮品菊花茶 二氧化硫含量超标2000多倍 江西劣质口服液细菌超标于万倍 雪牌美颜霜 水银超标3万倍 消毒湿巾 竟然细菌超标数万倍 北京特殊化妆品四成合格 曲斑苹果含量超标4万倍 哇哈哈 乳酸菌饮料 细菌超标8万倍 曲斑化妆品苹超标10万倍 像这样一个极度污染粗制滥造兼弄虚作假的国家居然成为世界工厂也够荒唐危险吧 可是绝大部分外国人在中国官民合力长期宣传下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个极富文明之邦 哪会想到中国为自己人制造的产品会恶劣到这个地步 哪会相信中国人会那样的桑尽天良 起码在我接触过讨论过这问题的数以实际外国人中 没有一个对中国产品有这样的认识 而且也不会相信 他们充其量只知道国际传媒广泛报道的劣质奶粉导致大头鹰事件 直到我揭示有关资料和数字之后 他们才吓得发呆 我对他们说中国人这样弄虚作假并不纯是因为穷 譬如比中国更穷的地方也不闻有类似事件发生 最重要的是人的价值在中国文化当中是极其轻贱的 加上伦理道德上毫无制约 复因中共50年来对人性价值和理想主义的摧残 坑蒙混骗已成中国国际 即使谋财害命也多事作等闲 黄祸再往文明遭劫 中国人为自己同胞制造的产品 低劣的如此触目惊心 为老外生产时是否就可以一下子变得货真价实 童所无期那样的戏剧性呢 我看是既无心也无力 早前首批欲进军欧洲市场的国产路风牌越野车 在德国的车毁人王室安全测试报告 恐怕还没有测试车内的甲醛和本含量 就已说明许多问题 这是为什么中国每年因安全 卫生超标范例而给退运的出口 获量惊人 但中国当局大抵为了面子 横称这些因安全超标造成的退运为外国 用以刁难中国的绿色壁垒 关注中国环境的万宏副教授就指出 农业生产污染物指标 联合国有2522项 美国有4000多项 而中国仅涉及62种 甚至连二鳄鹰这类强制挨物都不在黑名单上 我国的绿色食品在发达国家看来 甚至连安全食品都算不 一直为中国食品安全奔走呼告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说 中国农业使用化肥之多 独一无二 特别是氮肥 中国有着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 但是氮肥的使用量却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居世界之首 这不仅损害环境 而且导致了在食品中的有害残留 并称 以促勤粪便作有积肥 生产绿色蔬菜也有问题 原因是 养殖业大量使用化学药物和微量元素 以四位促勤 促勤粪便本身就是污染之源 的确 中国生产的许多食品 特别是肉类 由于严重超标 而长期被病诸欧盟门外 大都只能倾销到香港 或非欧盟国家 然而 各国海关也只能抽样检查进口货 加上中国货排山倒海而来 漏网之余必不在少数 加上通过非正规途经 不经本国政府抽检的进口货 日积月累 有多少玩具 茶叶中的铅 多少肉类中的抗生素 多少成衣中的甲醛 亲近欧美国家的使用者体内 从而挚爱当地儿童智力的发展 摧残当地人的体质 令世界的文明地带中国化 这才是最吓人的惶惑 原载于2005年12月 开放杂志 族群回教世界与中国何以友好 哈佛大学杭廷顿教授 在其文明的冲突 一书中 说害怕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结盟 从中共年来 对回教世界的武器供应 以及中共与回教国家之间 如交似漆的亲密表现 这个忧虑却是甚有道理的 但这现象实在耐人寻味 查中国对回教徒的残害与侮辱 庆竹难书 是所罕见 清朝为镇压西北部的回乱 集回民口中的起义 产凭回教韩国 先后屠杀回民以千万计 令十字军东征中死难回民之惨烈 也相形建筑 令以色列的暴行也显得琐碎 中共掌政 长期残暴镇压西北部回民的立国或复国运动 文革期间更曾胆敢鼓励回民吃猪肉 强迫回民养猪 关闭清真寺 甚至强迫回民 访猪爬 学猪教 甚至带猪头 挂猪肠子游斗 在以整体文化格局而言 中国人彻底世俗 宗教精神荡然 一切立自当头 万事以吃为先 回教是猪 狗和病死动物为不节 圣人勿尽 中国人居然通通放进嘴里大脚 一个赌信无神 多神或犯神 一个坚信以神 一个不准借贷负利息 一个是高利贷之邦 论情操 一个贪生怕死 或为财而死 一个为了宗教信念誓死如归 连中国的残暴狡诈 也无法将之跟灭 为其如是 伊斯兰世界还是看来与中国异常友好 除了美国这个共同敌人 令他们团结起来之外 到底还有什么原因 践踏人权生气相投 伊斯兰世界和中国 在某些很重要的价值观上 触其一致 譬如对人权 民主 平等等概念的蔑视 别的不说 伊斯兰世界对妇女的压迫 和中国对老百姓的压迫 已经难以渐容于现代文明世界 虽然无数中国人仍然直信天下 无不适之父母 但现代文明世界 也已经不容许父母虐待子女 也不容许政府虐待国民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的中世纪奴隶主法宝 已经失效 伊斯兰世界和中国 同样以中世纪的价值观 勉强拐近现代文明世界 举步维艰 很不容易找到一个 完全不会理会自己虐欺虐儿 为所欲为的朋友 这实在是很美妙的享受 对于挽回过气世界盟主的 一点点尊严和自我 尤为重要 这就是所谓 不得干预别国内政的义运所在 但不得干预别国内政 也很容易发挥到 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譬如俄罗斯血洗信奉回教的车臣 波斯尼亚 科索沃的回教土产被种族清洗 中共仍以不干预别国内政为由 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 而且还豺狼塞路 同样讽刺的是 搭救这些回教徒的 居然是伊斯兰世界视为死敌 并且是信奉基督教的美国 过去 伊斯兰世界跟中国同样发展了一些相当灿烂的科技文明 前者有阿拉伯数字 实境位置 代数学等 后者则有纸张 印刷术 火药 罗盘等等 单看这些 谁不肃然起敬 焚香顶礼呢 但两者却始终发展不出 也拒绝移植自由 人权宽容这些精神文明 结果是糟蹋了无数技术发明 伊斯兰世界跟中国都因为欠缺了这些精神文明而由胜而衰 同样两者至今都没有对其死因深刻反省 从这一点看 这两个文明却又是性相近 大有物以类聚的先天条件的 中国领导两面人误导回教领袖伊斯兰世界 居然和中国异常友好的另一原因是 中国人或者说是中国领导热衷于弄虚作假 演猴子戏 这一点过去我已略有论及 最近在克林顿刚出版的自传中再得印证 克林顿在书中这样推崇江泽民他迷人 风趣总会聆听不同意见 香港人恐怕不会有几个会觉得江泽民风趣和乐于聆听不同意见 倒会想起他大骂香港记者听风就事语 闷声发大财时的凶想 即使是深受当局洗脑的大陆民众 相信也不会对江泽民有克林顿这样的正面评价 但我相信克林顿这样说不仅是外交辞令 也是发自内心 原因是中国领导人素来有意传统 就是对着国民搬起脸孔 呼奴喝壁 对着洋人就嬉皮笑脸 讨洋人欢心 江泽民敢对凶顿足的教训美国记者 教训访问他的华莱士听风就事语 闷声发大财 头脑简单吗 江泽民会见克林顿时赶不装的泱泱大度 侧耳聆听克林顿的意见吗 你什么时候会看见江泽民对着中国人民 会嚷着要乱弹琴 做天才表现的 诱惑听到他在中国人民面前朗诵林肯一歌民友 民智 民想的盖茨保献词 连精明 直言得多的前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女士 也只是略带尖酸地说 江泽民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柴俊猫长 咧嘴而笑 好想倾倒众生 却弄出几分奸相来 就是说 他们即使不觉得江峰去 也觉得他滑稽而已 这与我们对江的负面印象还是颇有距离 在洋人面前 特别在美国人面前 连神圣不可侵犯的邓小平也得哈腰买乖 欣然戴上一顶大的惹笑的牛仔帽 向着记者扮鬼脸 矮话自己 美国民众怎能想象得到 这就是囚禁魏京生二十年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他们怎会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虚伪作作的民族 在公开场合尚且如此 关起门来 怎样损用事质 犹如国体 真的不敢想象 毛泽东关起门来 就对日本的访问团说 不用为侵略中国感到内疚 更遑论道歉 但中国领导人 或讨货斗平民开心 与民同乐 只会发生在外国 中国民众是没有这个福分的 因为宁与外族 不与家奴 仍然是中国政治的铁律 中国领导 趋意逢迎外人的伎俩 外国人是极难识破的 这对促进外国政府对中国友好 作用极大 中国统治者历来虐待同胞 善待外人 令即使是广受尊崇的人权斗士如曼德拉 也不得不像玉通和尚 被红莲破身那样 拥护其 比南非白人政权更野蛮的中共政权来 中共领导一手打压新疆 争取摆脱暴政或复国的回民 另一手嬉皮笑脸的 向回教国家领袖讨好卖乖 寻常回教领袖又怎能动畜其间 还是因误会而结合 但要是伊斯兰世界真的与中国那样水乳交融 为什么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回教徒 与华人的关系那样恶劣呢 看看奈波尔在其大作 在信徒的国度回教之旅中在这两地的游历和深度文化探讨 就可见即使是叫世俗的印尼或马来西亚回教徒 也是跟中国人同住难的 当然中国境内的回教徒也是难以与中国人同住的 但中国的社会控制和资讯封锁远比印尼和马来西亚严厉 要了解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相遇的境况 观察印尼和马来西亚容易得多 也许有人在传媒上看到 以色列或美国治下的回教徒很惨 但要是统治以色列和美国的 使中国人相信那里的回教徒 连被传媒报道的机会也没有 因为一切都是国家机密 可笑的是 许多人当中甚至包括回教徒 就是因为美国容许报道回教徒对美国迫害的指控 而中国则严禁报道回教徒对中国迫害的指控 而相信美国就是回教徒的头号敌人 而中国就是回教徒的老朋友 看来伊斯兰世界之所以能够普遍和中国保持友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中国人没有大批移民到这些回教国家 以至双方都没有机会渗入了解对方 继续做骚不着养处的青岩点水式文化交流 彼此继续物理看花 保持距离 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进一步结盟的必要条件 就如中国的邻国很容易讨厌中国 你去问一问印度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印尼 越南等等国家的人就知道 但千里之外 连中国 台湾也无从分辨的国家 却每每每化中国那样 都是离不开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开的人间定律 原载于2004年8月开放杂志